地震重创花莲百工百业而县内的工部们起身带头以实际行动来附赠地方的观光产业经济 万荣乡公所今年母亲节就特别选在了蝴蝶谷温泉度假村来举办 让妈妈还有家人们在园区放松之外 乡长梁光明表示希望能够提振在地的观光住宿 在振灾后的产业收入能有所帮助 万荣乡模范母亲由蝴蝶谷温泉度假村馆长亲自专车送达到表扬活动现场 接受乡长梁光明等各界的表扬祝福 高规格的礼遇让每一位妈妈们倍感荣宠 气氛温馨 地震重创花莲百工百业 万荣乡公所感同身受 因此今年度莫范母亲庆祝活动就特别选在蝴蝶谷温泉度假村来办理 让妈妈们与家人一起乐游园区放松之外 乡长梁光明表示也希望能够带动在地观光礼宿产业 尽几例来帮助地方地震灾后的产业复赠 去年是在天河饭店 今年是在蝴蝶谷这边 一方面是庆祝母亲节 我们敬爱的伟大的母亲 给他们办一些隆重 让他们有一些温馨的画面 那就有这个机会也顺便带动这边的饭店业者 花莲人力挺花莲人 工部门也带头以实际行动复赠地方的观光产业经济 而获得相及模范母亲代表的苏英燕 她的独子光复消防分队长葛伟志也贴心陪同受奖 苏英燕是因为这一次地震救灾都能顺利完成 并表示 只要儿子能够平安完成救灾任务 就是最好的母亲节礼物 我们这个也是很累 做那个消防 还去山上救灾 如果他去碰到困难的时候 他一直打电话给妈为我祷告 他会一路平安 早一点找这个人 还有地震也是一样 希望他在工作上顺利 平安就好了 首先先恭喜我妈妈能够 获颁这一届的模范母亲代表 也非常感谢乡里面推举 然后再来就是妈妈一路来 从我小时候到现在就是有妈妈的那种鼓励跟爱护跟客户 然后让我的不管是成长路程都非常的顺遂这样子 然后平常碰到困难的时候妈妈都会给我四十的鼓励 然后在不管是学业上 未来的那个工作上都有非常大的祝福 万荣将五位受奖表扬的模范母亲一一上台 接受各界的表扬与祝福 在青山绿树环绕的蝴蝶谷温泉度假村中 不仅是每位模范母亲与家人 一会长官贵宾们的身心灵也从地震中被疗愈 成为在地观光旅树业产业继续向前进的动力 记者是玉兰万荣采访报道